9月24日下午14点 全中国的观众与搏击爱好者 将见证本年度规格最高的一台擂台盛宴 届时41岁的泰拳王子波球 迎来了自己阔别中国赛场6年的第一战 他将与武术搏击世界冠军中华战龙王延龙 展开巅峰对决 除了本场后人心弦的世纪之战外 当天还有两场职业拳击洲际金腰带争霸赛 以及两场中泰自由搏击对抗赛激情呈现 可以说24日的比赛悬念叠声 火药味十足 本次正交国际搏击超级大赛 由广州市上天河文化际组委会支持 广州市天河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 广州正家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主办 近时将把国内外知名国际冠军大咖 职业拳击金腰带冠军齐聚天河体育馆 拨球对华至今保持不败 王延龙权力阻击 作为当今中华舞台及实力与形象于一身的代表 王延龙是一位国内罕见的武术拳才 他八岁开始正式进入武校学习武术 后被著名教练李俊峰老师器重加以培养 十二岁就获得罪拳 罪棍 罪剑 地躺拳 地躺刀 双刀等各项全国武术冠军 王延龙虚心学习 博彩重场 练就了一身徒手实战本领 此后 王延龙在国内外多项搏击格斗赛事大放异彩 2015年中日对抗赛中 他击败日本选手小野真四郎 2018年 他曾在MMA世界锦标赛上 8秒KO上届冠军冷面杀手布拉德·兰姆西 创造了MMA世锦赛最快秒杀记录 除了在擂台上独步舞台 王延龙还是一位出色的胡打动作演员 曾参演唐继理导演成龙主演的动作电影《急先锋》 并得到了两位巨匠的赏识 王延龙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 在擂台上证明中国真功夫 同时梦想能像李小龙、成龙、吴京等人一样 通过中国电影把中国武术文化推向全世界 今年41岁的波球是泰国国宝级的人物 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泰拳天王 K1历史上名气最大的传奇王者 其泰拳和自由搏击的水准都是世界超一流存在 在与中国选手正式比赛中 迄今保持着15场不败的记录 对于即将上演的决战 波球显得很沉稳 他表示 我非常期待这次与中国选手王延龙的比赛 并且非常感激主办方给予我这个机会 我一直很喜欢中国的文化和食物 也有 很多中国朋友 这次来参加比赛 也是想和中国的搏击从业者交流学习 我会全力以赴 竭尽所能地展示我的实力与技巧 虽然波球的实力极强 近期的比赛密度很高 而且目前还没有哪位中国选手 能真正将他击败 但卧薪尝胆的王延龙有信心改写 这一令中国搏击颇为尴尬的历史 表示自己会尽一切所能创造奇迹 终结波球 中国拳坛三大猛将强势出击 向世界拳王金腰带进发 在亚洲主赛王延龙与波球交锋打响前 有两场职业拳击洲际金腰带争夺战为全迷呈现 届时三位中国拳手刘文松 王德康 赵军将携手争夺亚洲金腰带 进而向世界拳王宝座的终极梦想进发 首先上演的是中国选手刘文松与蒙古选手森德巴特尔 阿尔登巴特的WBA与量级洲际拳王争霸战 25岁的刘文松目前在中国职业拳击PCP排行榜上排名第三 仅次于WBO重量级过渡拳王张志磊 和前世界拳王挑战者乌兰 刘文松的职业战绩是十胜一副一平七场KO对手 除了职业首秀不胜失利 其余比赛他保持不败 KO率达到70% 是小级别中标准的重炮手 2021年至今的四场比赛 刘文松取得全胜并三次KO对手 尤其是最近两场接连在海外取得完胜 大大提振了中国拳击的士气 刘文松此战的对手俄尔登巴特现年26岁 是蒙古前国家队主力选手 参加过2016和2020年两届奥运会 基本功相当扎实 国际大赛经验丰富 目前在职业拳坛保持着六战全胜三场KO的完美战绩 值得一提的是 俄尔登巴特还是轻量级四贯王德文哈尼 和闪电瑞恩加西亚的陪练 基于双方都具备不俗的职业战绩 比赛很可能不用计分裁判的打分决定胜负 刘文松如果携连胜之威 终结蒙古新人王的不败金身 必将为他今后冲击世界拳王金腰带 打下坚实基础 另一场WBA超最轻量级 周济金腰带争霸战将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进行 对阵双方王德康和赵军 是国内122棒排名前两位的高手 23岁的王德康拥有七战全胜两场KO对手的不败战绩 2022年他迎来了拳击生涯的爆发 在两场时回合周济头衔战中 切连击败了著名的外卖拳王张芳勇 和菲律宾名将罗利苏马鹏 排名一举超越了长期未居国内该级别第一的赵军 另业内刮目相看 30岁的赵军成名较早 曾获得过多条周济拳王头衔 他还是国内小级别十分罕见的顶级重炮手 战绩为13胜3负2平时场KO对手 KO率高达77% 届时两位拳手为了胜利势必都将拼尽全力 而胜负悬念也必将保留到比赛的最后一刻 中国搏击两大新兴携手出击 和力阻击泰拳王当天的中泰大战 不仅有王炎龙 vs 搏球 还有另外两场中泰对抗让观众大饱眼福 第一场比赛由中国选手周游对阵泰国选手 辛斯亚姆西查南 这是一场53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 周游现年23岁 目前保持着28战22胜的优异战绩 他曾长期征战泰国Max Musee泰拳大赛 2020年 周游在勇士的荣耀54公斤级8人赛上大放异彩 一晚连胜三位对手 拿下一项含金量很高的冠军 2023年 周游在国际赛场也取得了突破 他代表中国参加WMF世界泰拳锦标赛 并在54公斤级比赛中折贵 成为名副其实的泰拳世界冠军 周游此番的对手辛斯亚姆西查南 是泰国实力派汉将 他的泰拳战绩为70战40胜 常年在泰国各大拳场的擂台上征伤 经验极为丰富 从周游的过往履历来看 他面对泰拳选手的成绩相当出色 这次 他也有很大希望在主场观众面前大放异彩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再添一场重要胜利 第二场中泰对决 由中国选手李天涛对阵泰国人通沛齐心查形 双方将在65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下相遇 李天涛也曾在泰国的泰拳比赛中展现中国力量 2019年获得伦皮尼全场57公斤级冠军 同年还在泰国Superchamp8比赛中KO泰国选手 2020年李天涛在泰国TV8的比赛中又一次KO获胜 接连不断的强势表现让泰拳界刮目相看 李天涛在2022和2023年蝉联了63公斤级和65公斤级分指泰拳的冠军 他还是2023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银牌得主 无论是纯泰拳规则还是自由搏击规则 李天涛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能量 他此次的对手通佩奇心查星是一位50战30胜的泰国汉将 实力不容小觑 由于王延龙和波球的主赛 让本次大赛在全球拥有空前的关注度 李天涛势必会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表现机会 用最佳状态一举拿下胜利 体育明星旗助阵 知名歌手亲情演绎 正将国际搏击超级大赛依托搏击和娱乐的文化属性 利邀实力派拳手和娱乐明星助阵 力求推陈初心 重组赛事内容 坚持体制商业化 体育娱乐化 赛制多元化 布局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由于压轴亮相的梦幻对决看点实在太多 加之王延龙与波球的人气与口碑俱佳 众多影视圈的明星大腕 也纷纷对这一战予以关注 其中就包括香港金牌动作导演 编剧影视制作人唐继礼 刚刚凭借八角龙中 斩获22亿票房的著名演员 导演王宝强 曾指导百变星君等家片的香港著名导演叶伟明 17岁就成为三料影帝的夏宇 知名电影出品人 投资人 导演张全新 动作演员 性感女神母 奇米娅等娱乐界大咖 不得不承认 这样的特殊待遇 在中国搏击赛事中极为罕见 由此也不难看出 本次大赛的历史意义 极重要程度 激动的时刻 不止于此 在拳坛呼风唤雨的擂台大碗们 也抛来倾注的目光 就连拿变体之内 和职业拳击最高荣誉的 大满贯拳王邹世民 保持59站全胜的自由搏击 传奇死神方便 WBA 雨量级世界拳王怪物徐灿 以及享誉中外的超级散打王 刘海龙等一众明星拳王 也纷纷为本场比赛打扣助威 大赛当天 著名歌手图鸿刚 成浩才让将亲临 广州市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 为大赛献歌助兴 此外 还有十多位文艺体育明星 也将亲临现场 与现场观众一同欢呼雀跃 体会格斗运动的真正魅力 比赛选址蕴含时代气息 人流量与商圈并重此次正加国 纪搏击超级大赛 将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 隆重举办 这里占地面积25600平方米 主管建筑面积17159平方米 外观成六角形 屋顶跨度126米 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可容纳观众9000人 曾为第16届亚运会的比赛场馆 天河体育馆 可以说是广州的地标性建筑了 它在广州人民的心中 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天河体育馆 处于天河商圈的中心位置 人流量较多 再加上其建筑设计 成为了许多广告商 选择广告发布的绝佳场所 郑家助力中国武术搏击推广 打造广州新名片本次比赛 在广州 郑家企业集团 和广州郑家影视制作 有限公司的支持和努力下 最终确定于9月24日 在天河体育馆上演 广州郑家影视制作 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美宝女士表示 广州郑家影视制作 有限公司 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 推动此次搏击盛宴 是为展现中国力量 将中华武术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王延龙作为广州郑家影视制作 有限公司签约演员 热忱推广 中国功夫文化 热心参与慈善捐助 并以五为媒 传递中国精粹的文化 是新时代传播正能量的楷模之一 让我们期待王延龙 在比赛中创造历史 想要亲临现场观赛的朋友们 可以通过大卖网 获取售票信息 这场不容错过的战斗盛宴